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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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金庄站在这儿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平时觉得自己已经很有勇气了 但是真正用的那一刻 你才能知道自己这个勇气到底有几分 我明显感觉到后面有一股力量 一直在踢着我们前进 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的战友 不管他是你的单位 他能够给我力量 我能够给他支持 我们是一个同体 誓言是以声令下不无反顾 大家走边走边握住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命令一步连夜 开始装车装载 第二天连天5点目出发 快点快快 三天的路程可能一天就走完了 平原地带 海拔大概就是不到一千米 然后就直接上了是五千三以上 党员 骨干 有孩子的这种人先去 有个姓名直接跑到我面前 他就说了几个字 他就说我想去我就要去 对于每个军人而言 大家都特别渴望 冲到最前面去 牺牲 送一下 执行 动党工程不是冲向的 而是聚起的 不是有条件的 而是无条件的 看到战友们奋不顾身向前 那一刻 风筹或者聚起 当党和人民信仰的时候 我们会把其他毫补犹豫的割舍 这不是一个人 一群人的选择 而是一代代人的选择 四言四 潜行深海 永当先锋 1970年12年 首艘河军艇成功下水 1974年8月1日 中央军委将其命名为 长征一号 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我们与河军艇一起 四航百一次 每一次试验 都是一场生死考验 上区 军委,我丁已抵达 与河军艇 现在开始执行 极限申请任务 理论数据到底行不行 我们得潜下去才知道 能不能安全返航 一切都是位置数 极限生前是深海对前面的一张考卷 顾客压缩放入响声 刚才的沉压能力是固定的 变形就发生在一瞬间 声音可以听到 肉眼可以看到 继续下潜 是 继续下潜 继续下潜 你说危险不危险 肯定危险 但是当时中国就这么一手河潜艇 党把河潜艇交给我们 就是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 任务是录道 老一辈触碰冰装感觉冲锋一线 我们这一辈更要领备挑战之先 尘度加无米 是 尘度加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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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自己的命运 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毫不犹豫地 把一切交给党 我们首批核潜艇官兵 被称为清宗 如今已似鱼片森林 事业是书海家国 忠诚重罪 下楼中简历 我大队两个攻击梯队 对A海域某目标 实时空中打击 第一梯队起飞时刻 可以减二十 第二梯队随时弹命 简历下到完毕 我们是人民空军 首批主舰 首支参战 首力战功的 轰罩航空兵部队 手势披荆斩棘 无畏艰险 是永汤新路 探索未知 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 战斗在强奔增强 西主席视察我们部队时 叮嘱我们 无机长空 新向往 飞行万里 不离航 这些年 我们的航迹 划过万里长空 飞得越远 感觉祖国 离自己的心 越近 以为空中战略铁拳 我们的任务和训练 会遭遇极端天气 会遭遇极端的挑衅 也会经历生死的考验 但我们未成未居 我们必须奋飞 从在保卫主 罗利益的最前沿 第一线 面对海上的风起民勇 我们拼搏于惊涛泰国 使命倒闭着我们 让突破之力 超越这个危险 守住了这片明空 就是守住了祖国的安详 就是守住了 改信的平安 为文婦国家 保全安全 发展利益 忠诚奋飞 试炎是扎根站位 终身坚守 祖国是我们坚守的阵地 导弹是我们手中的常见 展开点栏 只要有的重心 就是要导弹听我的话 我听党的话 老班长人如其名 用三四年的建设 展示了什么做的重心 三四上万次操作 没有出过一次错 当了一辈子兵 一辈子都是好兵 成为这座军营的传奇 老班长向军旗 进了一个庄严军 那一幕深深咽在我的心里 在我们不同的历史上 还有许多赤胆忠心的好兵 当年在大梦隔离 东方神剑设成仓床 所有人都患不确定 后数不照仓库 却倒在了发射台 启动主机 我们的忠诚靠什么检验 像两位老班长一样 用时间的长度和奉献的厚度 我们永远忘了25年前的画面 中国人真是和平 中国人真是和平 但绝不会让历史碑语重演 为了民族的尊严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所有 放入 战王帝 撞海娘可以出过 誓言是卫国戍边青春无悔 今天是在山上的大日子 新兵下连 这是我第五年 作为新兵班班长 迎接他们的到来 五年前 我第一次当上新兵班班长 祥荣和他们一样 带着青涩 奔赴高原 他到连队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当时就是问他想到哪个单位去 他说我想上一线 啥时候我们可以上一线 之后又有了第二次 第三次 新兵们总说 班长 你给我们讲讲 陈祥荣的故事吧 我知道 他们中有不少是因为他的事迹 一心想要来高原戍边 你还准准 对 剑克一笔 五年前 一个新兵跟我说过三次 他要去一线 那之后 我觉得他没有走 留在这儿 我还能听到 十次 百次 兵之初的视野 为什么来到这儿 看到十八岁的战士 重在一线 为保家卫国 英勇牺牲 我也十八岁 我也应该像他那样 重在一线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这句话习主席多次提到过 我很骄傲的是这句话来自我们的部队 来自身边的战友 我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古巴也是一个守边防的人 我也一直想着 就为国家做点啥 结果 听到把我分到留守处 就是上不了一线 我班长找我谈话 说是有什么困难 那就是上边防 因为这是我一直的梦想 他说 希望很少 那时候我就想着 我必须比别人干得多 那必须比其他人干得多 说着说着 我把自己都弄哭了那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在那儿哭 当时看到雕像的时候 我觉得就看到本人一样 过去我摸了一下他的脸 然后我就说 我来到这儿 我一定会好好干好工作 请你放心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 就是为祖国做点物险 哪怕牺牲也可以 我在夏福他在上班 他就是睡在我上班里的兄弟 我最后一次和他说就是 我们的腿顺伤 我拉着他一招 他说是你先走 他是看见 我们的连长和我们的平章 被包给了 他是一直放入冲进去 短短的就这么几句话 我们两个 最后把我们一起交流吧 一开始他自己人 到后来 是我们两个人 一刻做了河岩 然后 新年和人在那儿响 马上 那条河岩 就是一条冰河 对面就是 一望无知的大山 一望无知的大山 有的时候 也会去那个地方坐坐 可能 对着那个风说而说吧 对那个河说而说 就 对那个风 对那个河说 我觉得才能听见吧 就跟当初一样呗 就跟当初一样呗 我是一样的 对那个河说 好 那没有啊 那没有啊 共产党人讲的忠诚 是对党的信仰 党的组织 党的事业的忠诚 是表里如一 知行合一的忠诚 那铺铁的光芒 把心的正常照亮 那铁铁的寂寞 还在我们心中激昂 放过万水千山 都落一如雨雪如霜 踏平西去坎坷 抬头望见满天星光 每一次催化成长 血烟开耳门回响 为一次崇增形状 我们能坚定前进的方向 传造圣战的光芒 拥抱纯洁和荣光 向这一流在四处旁 我们英俊 英俊起毕胜力量 毕胜和力量 毕胜和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